日本緊急事態宣言在兩度發布後 包括關西三府縣在內的六府縣 今日正式解除 目前僅剩包括東京在內的首都圈一都三縣 仍處於緊急事態宣言期間 如果一切順利 將如期於3月7日解除 中央社報導 日本境內中共病毒疫情蔓延 日本政府1月7日 兩度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希望利用關鍵一個月 抑制十一都府縣疫情擴散 不過由於十都府縣疫情難壓 在2月2日宣布包括東京及大阪府 在內的十都縣府 延長緊急事態宣言期間到3月7日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 大阪府 兵府縣 京都府 外資縣 祈佛縣和福江縣共6個府縣 因為核內疫情明顯改善 日本政府日前經過諮詢專家意見等程序後 決定今日正式解除緊急事態宣言 日本全國知事會是由日本47個都道府縣知事組成的組織 在27日透過線上會議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議 為防止疫情再度擴散 就算解除緊急事態宣言 日本政府仍應採取強而有力的防疫對策 日本政府針對解除宣言的陸府縣 為了避免疫情再度擴大 將分階段放寬防疫對策 也都會在鬧市區等地 針對無症狀民眾進行病毒篩檢 持續監控有沒有疫情出現再度擴大的徵兆 不在中央層級緊急事態宣言 適用地區內的沖繩院 日前獨自發佈地方層級緊急事態宣言 沖繩院之使玉成鄧妮昨天宣布 因為院內疫情及醫療體系有所改善 將如期於3月1日解除